中文 童话 穿森林斗篷的公主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 住着一位非常美丽的王后 三界从没有见过她这样美丽的人 王后和国王幸福地统治着他们的王国 但是有一天不幸降临在他们身上 王后病得很重 医生 一定会有办法的 我们已经尝试了一切可能治疗的方法 陛下 但是我们无能为力 陛下 女王殿下想见您 亲爱的 别为难医生了 亲爱的 你不会有事的 该来的总会来 该来的总会来 不 我总会离去的 而你 要再婚 不会的 这对你来说并不容易 所以 我会给你时间来适应我的离开 答应我 如果你再婚 你只能娶一个和我一样漂亮的女人 答应我 没有人像你一样漂亮 爱 会使人看起来美丽 照顾好我们的女儿 那天晚上 王后去世了 国王很伤心 因为他真的很爱他的妻子 多年来 国王从未想过结婚 直到有一天 他在朝城门来找他 陛下 这片土地上的女人觉得好像没有人代表她们 没有人倾听她们 在处理王国妇女和儿童的问题上 男性不如女性合适 那么 你认为我们需要做什么 陛下 原谅我们的鲁莽 但我们的王国需要一位王后 非常需要 你尽肯 陛下 为了国家大业 我们请求你再结婚 好吧 但是我妻子的最后一个愿望 是我必须娶一个和她一样漂亮的女人 陛下 我们将派遣我们的使者到各地去实现一顾王后的愿望 于是 王国的朝城门和贵族们派使者到遥远的王国去 但是 没有人能像王后那样美丽 几年过去了 一天国王失散多年的朋友来看她 陛下 啊 加里森 你可以叫我维克多 把公主叫来 真的有好多年没见了 这么多年没有她的日子 啊 她来了 我的女儿 我的天 她看上去像王后一样 同样的金发 同样的天仙之美 她看起来就像王后 她的朋友说的话给了国王很大的打击 她做出了一个决定 最终 她要实现对已故王后所做出的承诺 国王把朝城召集到宫廷 王后希望有一个像她一样美丽的姑娘成为我们王国的新王后 我很高兴地宣布我找到了一位和她一样美丽的女士 唯一和她一样漂亮的女士就是她自己的女儿 我的公主 她将以王后的身份登上王位 她将嫁给首相的儿子 我死后她将成为国王 公主听了很不高兴 于是她决定要求一些不可能的事情 以此来避免结婚 父亲 我听到的是什么 这是你母亲的愿望亲爱的 但是我怎么能嫁给一个我都不认识的人呢 这是你母亲的愿望 但是 够了 我已经做了决定 好吧 只要我得到我所要求的四样东西 我就嫁给首相的儿子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那么我要三件衣服 一个像太阳一样金黄 一个像月亮一样荧光闪闪 第三个像星星一样闪亮 最后 我想要一件斗篷 用森林里的一千个东西制成 而不会伤害一朵花 一只鸟和一只野兽 好的女儿 你的愿望会实现的 于是 国王召集了全国最好的职工 让他们织衣服 他召集了军队中最好的士兵 让他们收集做斗篷的材料 公主认为他的要求是不可能制成的事物 因此他不会嫁给首相的儿子 但是也许是魔法 也许是奇迹 织布宫门制作了像太阳一样金黄 像月亮一样荧光闪闪 和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的衣服 以及用掉落的羽毛和根树叶和树枝 制成的斗篷 这样没有任何生物受伤 他们还给了公主一个神奇的胡套 这样四件衣服都可以折叠起来放在里面 我亲爱的女儿 你所要求的一切都被创造出来了 现在你要嫁给首相的儿子 但是父亲 我怎么能嫁给一个我都不认识的人呢 你答应过的 父亲 你找不到像妈妈这么漂亮的王后的原因 是因为你爱她 她对你来说是最美的 这就是妈妈所说的 爱使人看起来美丽 你怎么能 够了 如果你在乎你母亲 你就要实现她的愿望 你明天要结婚了 但是公主不能嫁给一个她甚至不认识的人 所以她决定离开宫殿 对不起父亲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公主在乡村和森林里漫游 一天她累了 她发现一棵空心树就在里面睡着了 当她熟睡时 森林所在国家的国王正巧经过那里 她的士兵们看到有个奇怪的东西在树洞里 就把这事告诉了国王 陛下 树洞里有一个奇怪的生物 和人一样大 但是穿着一件从来没有人见过的斗篷 把她带到王宫来 于是士兵们回到树洞里 叫醒了 叫醒了公主 醒醒 你是谁 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森林 来吧 和我们一起去宫殿 你将在那里工作 于是公主来到了王宫 住在了楼梯下面的一间小房间 她做了几个月的厨房女工 帮助厨师做饭 一天国王举行宴会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完 宴会开始了 公主问厨师 先生 所有工作都完成了 我可以去看舞会吗 我保证 不会加入宴会 好吧 但是你一定要在半小时内回来 打扫厨房里的灰 谢谢你先生 我会的 公主跑回房间 把脸上和手上的梅灰都擦干净 从胡桃中 举出了太阳般青黄的裙子 把金色的头发散下来 去参加舞会了 她一进门 每个人都被那惊人的美貌迷住了 除了她 国王不和任何其他人跳舞 半个小时过去了 我现在必须离开 陛下 但是 等等 公主消失在人群中 跑回她的房间 穿上她的森林斗篷 再一次用玫瑰弄脏她的脸和手 然后回到厨房工作 我回来了先生 要我开始清理灰尘吗 不用 灰尘等会儿再说 先去给国王准备一碗汤 好的先生 于是 公主为国王准备了汤 她把金戒指放到碗里 把汤倒在上面 这样戒指就看不见了 她把汤送给国王 国王从来没有喝过这么美味的汤 她找到了戒指派人去请厨师 你今晚做汤了吗 陛下 厨房里所有的烹饪都是我的责任 当然 不过是你亲自做的吗 这汤的味道不像你做的 陛下 有什么问题吗 是的 这汤比我以前喝过的任何汤都好 这绝对不是你做的 我的主人 这是厨娘为您准备的 叫她过来 于是 公主被叫来进国王 是你做的汤吗 是的 殿下 这是你的吗 殿下 像我这样一个穷丫头 怎么会有这样的戒指 你让我想起 今天在舞会上遇到的一个人 很好 汤很美味 谢谢你 我的荣幸 殿下 几天后 宫殿里又举行了一次舞会 公主又一次请求厨师 允许她去看舞会 这一次 她穿上了那件银色的衣服 国王和她一起跳舞 但半小时后 她就又消失了 再次成为了一名厨娘 我回来了先生 要我开始打扫灰尘吗 不 灰尘等会儿再说 先给国王准备一碗汤 好的先生 这一次 公主把她的金项链 放在碗底 把汤倒在上面 这样就看不见了 然后把汤送给了国王 嗯 这汤是我吃过的最好的 这是什么 一条项链吗 派人去找厨师和厨娘来 厨师和厨娘到了那里 你今晚准备汤了吗 是的 陛下 这是你的吗 陛下 像我这样一个穷丫头 怎么会有这样一条项链呢 你让我想起今天 在舞会上遇到的一个人 很好 汤很美味 谢谢你 我的荣幸 殿下 国王不禁对那个神秘的厨娘 和她在舞会上遇到的那位女士 感到好奇 她感觉 他们俩是同一个人 所以 等下一次舞会的时候 她决定要找出真相 先生 所有工作都完成了 我可以去观看舞会吗 我保证 不会进入宴会 好吧 但是你一定要在半小时内回来 打扫厨房里的灰尘 谢谢您先生 我会的 公主穿着那件像猩猩般舍凉的衣服 去参加舞会了 国王只和她跳舞 而当她跳舞时 国王把她第一天发现的戒指 戴到了她的手上 公主没有意识到 半个小时过去了 我现在必须离开陛下 今晚的音乐会稍微长一点 但是我 拜托 音乐声持续了很长时间 所以公主几乎没有时间 再变回厨娘 她甚至没有看到 她手指上的戒指 她跑进了厨房 你去哪儿了 国王在等她的汤 我很抱歉 我会尽快做好的 公主把金灿灿的手镯放到碗里 用汤把它盖上 然后把汤送给了国王 国王叫她过来 你今晚做汤了吗 是的 陛下 这是你的吗 陛下 像我这样一个穷丫头 怎么能有这样一个手镯呢 但是像你这样一个穷丫头 怎么会有这枚戒指呢 陛下 你就是和我跳舞的那位女士 你是谁 人后公主把她的故事都告诉了王子 你第一次在舞会上遇见我的时候 为什么不把这一切都告诉我呢 因为我想看看你是否只是被我的美貌所打动 你是否真的爱我 是否有足够的耐心 来 了解我 仅是我现在只是一位雏娘 我母亲说过 爱会使人看起来美丽 我爱你 我不在乎你是不是真的是一个雏娘 你愿意嫁给我吗 是的 我愿意 公主终于找到她的真爱 她嫁给了国王 她的父亲也被邀请参加婚礼 公主和她的丈夫 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